今天做了一个家常版的松鼠鱼 好吃做法还挺简单 买两斤多的草鱼去掉头 从脊梁骨位置片开 片到尾巴处 等不要片段 像这样 另外一面也同样方法处理 然后切掉这个鱼锅头 再斜着刀去掉两边的大鱼刺 切的时候先一个方向改刀 千万别切断 再交叉着从另外一个方向切 宁可切的浅一点也别伤到鱼皮 然后洗干净放上玉米淀粉 尽量让鱼肉都沾满淀粉 炸的时候注意要把它像这样翻过来 抖掉多余的淀粉 然后下锅炸 油温大概五六成热 微微有点冒烟的样子 炸不到的地方淋热油上去 炸三四分钟 烙出来摆到盘子里 然后锅底留一点油 放蒜末进去炒香 再放一大勺番茄沙丝 半勺白糖 半勺白醋 一大勺清水 熬开之后放水淀粉进去 能让汤汁变粘稠 然后把汤汁均匀的淋到鱼身上 再撒点芝麻上去 家庭版的松鼠鱼就做好了 酸酸甜甜的 多余